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公立医院失守 伊丽莎白医院内科A6病房 首先有一个92岁女病人星期日确诊 同一个病假9个病人接受检测后 再多2个人先后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确诊 在卫生防护中心记者会上 医管局说摄氏病房暂时未有新感染个案 他们初步都是怀疑病毒是透过间接的接触传播 暂时我就没有一些资料 究竟他们拿了些什么环境样本 或者那个结果是怎样 不过都知道病房其实在知道有第一个确诊病的时候 就已经是停了修正 也都做了一个彻底的清洁 当局说同房42个病人检测呈阴阴性 62个接受检测的医护人员暂时30人呈阴性 其余未有结果 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至星期三晚7点戒24个小时内 本港再增添19宗新冠肺炎确诊 有14宗是本地感染 疫情至今个月5日反弹以来 已经累计有238宗 另外有37宗初步确诊 另外再多一个患者不治 是港泰护路中心一个90岁女院友 本港至1月底出现疫情以来 累计有9个人死亡 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妍认为 深切治疗部或者隔离病房的防感染工作 可以做到最高级别 比较担心普通病房的情况 普通病房无论病人或者员工 那个装备是管理层又说不准用 或者不是那个级别 又或同时大家的戒心没有那么高 其实床和床之间的距离 我们觉得重要 而在隔离病房我们做到 普通病房未必做到 政府要假设防感染建议1.5 麻烦你自己执行自己所建议的指引 不要将病人摆在风险上 有关住病人权益的组织促请当局做好 公立医院的感染控制措施 一方面在社区本身要做一些更加大规模的检测 防止了一些隐形的确诊者 要接受医療服务的时候 就进入医院 将病毒放在医院里去传播 第二就是去到医院里 我们会觉得医院人员的感染控制措施 真的不可以松懈的 要维持可能是去到二三四月 即疫情初期的时候 那个高度意识 就是要对于每一个医疗的程序 的步骤或护理的措施 都要做好那个感染控制 彭鸿昌也都建议医院 尽量使用一次性的医疗物品 而需要重复使用的医疗仪器 也都必须加强清洁消毒 并且要评估容易 传播病毒的高风险医疗程序 今次伊丽莎白医院内科病房出现爆发 最先确诊的92岁婆婆有长期病患 星期日凌晨因为气速和怀疑心脏病发入院 她的鼻烟是指让本经化验之后 在同日晚上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立即被安排转送至隔离病房继续治疗 她之前曾经在明外医院内科病房留医 同病格的病人也都需要接受检疫 她住在慈云山的儿子 较早之前也都已经确诊 第二个患者是一个77岁女人 是新手助人协会汇丰银行基金 乐富护老院院友 她星期日有半日和第一个确诊者同病格 至后下午就转往佛教医院治疗 当局也要追踪 曾经和她住在佛教医院同一个病格的病人 伊丽莎白医院摄氏病房和病格一共有10个病人 其中一个人因为自身的疾病离世 另外9个人接受检疫 第三中确诊者是64岁癌症女病人 入住第一个确诊者邪对面病床 她在隔离期间发烧 化验结果呈阳症 医管局说公立医院早前已经进行入院西查 对于来自安老院舍残疾人士院舍 护养院或精神科病房的病人安排检测 接着下来也会扩阔西查范围至一些高风险群组的病人 例如在前围山住的居民 就算病人入院的时候是没有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征 或者流感的病征 我们都会帮她做一些测试 去研究新型冠状病毒 至于住院病人方面 我们都会提醒我们同事 如果是在怀疑的情况之下 就应该安排我们的病人 做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 亦都是政府抗疫督道委员会专家顾问的 中文大学教授许树昌赞同做法 认为亦都可以对从事高危职业的病人进行西查 或者她的职业 如果她是駕駛的士的 或者是做饮食业界的 或者是在一些老人院工作的人士 这些高危组别 就没有明显的症状 都应该跟她做一个检测 看看她有没有带病毒她不知道 她说医管局过去曾经都做过西查 但是做了9000多个个案都陰性之后 就变了没有全面这样做 我想这个个案可能是 因为这个原因就漏了做 这位长者她心脏衰竭都有气喘 进入病房就反而没有做到核酸测试 直到她之后发烧才开始做 她又说个别部门也都已经有相应对策 现在来说以我所知 就是外科的同事都很稳妥的 他们有些手术 麻醉科都要求病人 是预先做了个核酸 然后才会让他进行手术 另外我们呼吸科 如果是要做一些气管镜 或者病人有睡眠窒息 他可能要入院试那些无床呼吸机 这两个都是高危步骤 我们都是要求病人 是预早来和他留了个胸后退役 如果是阴性 我们才和他进行这些步骤 医工局也都说 会加强病毒检测的数量 其实最近这几天 我们已经做到4000 甚至到接近5000个的测试 每天 我们其实都同意 其实有效的检测 是监控疫情其中一个 都很重要的策略 医管局其实都被传了足够的 测试的仪器和试剂 那就会根据着疫情的最新发展 亦都配合政府的整体的策略 去加强监察和测试方面的服务 彭虹昌又认为公立医院 亦都要改善病格击壁的情况 击壁的状况 有机会令到病毒或者传染疾病 是传播得比较快一些的 尤其是一些比较旧型的医院 其实医力心理院本身 是一个相对比较旧的医院 它的设计或者是里面的空间 摆位其实都是一利于感染控制 唯有就是增加整体医院的容量 例如说会否和私立医院 可以有些配合 将一些病人传送去 这个就可以腾控公立医院的病床 令到它没有那么击壁 九成的人是用公立的服务 所以在病房很多时 尤其是一些旧式病房 它们未重建未装修 是会击壁些的 最重要是千万不要额外加大量的床 尽量保持床与床之间距离 起码有一米 另外就是要看看病房的通风 如果它的换气 起码都有六次 普通病房六次或以上 医院里面你不可以加这些膠盘 因为有时病人要床过床 要去某些地方照X光 照电脑掃描 你多了硬件 你是影响了医院的民作 抗疫这件事 其实早已有说明书 而这说明书就是2003年的沙士报告 还有没有做回当年不同部门 所写的建议指引 我的答案就是 做到一半多一点 未做完 医院的硬件防感染 要措施指引要做得好 包括刚才你说的病床间隔 隔离病房 软件上 你员工或病人的保护装备 究竟有没有足够 还有怎么样 有没有用 城市当面看今次时间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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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